如果选型不能够满足我的功能要求 比如说我运动规律设计出来了以后 它各种公益动作 要求实现的各种公益动作和运动方案确定了 我要进行执行机构执行系统的设计 那选型不能完全满足要求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进行机构的构型 所谓机构的构型呢 就是要设计新的机构 设计新机构来实现 那怎么样来做呢 一般我们先选择一个我要改的机构作为雏形 先选择一个它能够满足大多数 因为功能要求你要分 各种功能的要分解成各种分功能 大多数分功能它能实现 某一个分功能实现不了 我在这个机构上进行改把它作为雏形进行改 选择突破点 那改的方法实际上我们基本上都学过 那有这个扩展法 组合法 我们组合机构一章学习过 那创新新机构就采用组合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就把多种机构组合在一起 扩展 扩展我们加改组 这个机构有了这个比如说自由度为一 我加基本杆组 我自由度是不变的 假若干个基本杆组就形成新的机构 扩展法 还有变异法 变异法大家还是比较清楚吧 变异法我现在把这个转动负变成移动负 移动负变成转动负 是吧大家都学习过 还有这个机架到机架 我把它做成构建 把另外一个构建做机架 等等这个 运动的倒置等等 还有这个运动负的变换等等这些 那通过这些方法呢 我要重新构型上面的机构 就设计一个新的机构系统 那么这些方法 我们都学习过 那么下面呢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实际上是把我们以前学过的内容 在这块进行综合运用 因为设计新机构的方法 我们学了很多 很多 我们回顾一下 选择 第一步要构型 要选择 就是从这个机构当中 选择一个基本机构 作为雏形 当然这个基本机构 你要是有若干个功能 应该满足大多数的功能 然后 有某些功能不满足 然后我再 构型 通过构型 来满足这个功能 那在构型的时候呢 你就看一看 我用什么方法去做 我是用扩展法去做 还是用组合法去做 还是用变异方法去做 那你看看哪一个简单 哪一个可行 我们就可以去采用这个方法来做 也就是说 在选择一个突破点 在哪儿突破 那这样的话呢 我在 有突破点了以后 我在这个突破点上 完成这个预期的功能 来增加 比如说增加杆组啊 或者变异啊 等等 或者组合 来设计新的机构 首先要看呢 扩展法 那扩展法呢 就是 我们这个有一个基本雏形了 有一个雏形 它能够满足一定的运动特性 或者功能 但是 在运动特性和功能上 有部分 有欠缺 那我们就按照 按照这个机构 以它为基础 看看能不能 通过扩展 能给它实现 它不能实现的功能 原来机构不能实现 通过扩展 扩展是什么 就增加杆组啊 就我们杆组 我们机构的组成原理 是怎么组成的呢 是 先有机架 再有原动件 然后 若干个基本杆组 依次连接上来 那我现在有这个 选择一个机构了 我再 依次连接 基本杆组 那也是新的机构 自由度也不变 是这样的 我们举一个 例子啊 来看一下 我们看 这样一个 要求设计一个 集回特性 比较显著的 运动形成 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要求设计 这样一个机构 要设计 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就是 我可以在 就是这个 摆动导杆机构 这个摆动导杆机构 它本身 有集回特性 集回特性 现在我要求 这个运动 行程比较大 它有机回特性 那我现在要求 运动行程比较大 那怎么办呢 我就在 因为摆动导杆 它本身能够满足 这个集回特性的要求 但是运动 行程 它满足不了 那我就采用 扩展法 采用扩展法 在这个 这个摆杆的 导杆 摆动导杆的 这个延长线上 在这个延长线上 这个 加一个 双杆组 加一个双杆组 这个双杆组 这是一个杆 这滑块 是一个杆 对吧 那它自由度是零的 这样就能够满足 它的集回和扩大 形成的这个要求 那原来它 集回没问题 摆动导杆机构 集回没问题 但它形成 形成我这块 给它延长放大 然后这个形成 可以给它增加 那这种扩展法 自由度是不改变的 就增加 增加这个杆组 扩展 增加杆组 来进行扩展 这是一个扩展法 那组合法 大家比较熟悉 我们介绍了 第八章 组合机构 那这个 几个基本机构 用适当的方式 组合起来 就会 就有实现 新功能的 这种可能 是吧 我们这个 组合机构 那一章 我们说 组合机构 可以实现 复杂的运动规律 和复杂的运动轨迹 当然 你的运动要求 这个组合机构 一般都可以实现 那常用的组合方式 我们学习过 有串联式 并联式 反馈式 和符合式 这几种组合方式 那这几种组合方式 各有什么特点 我们都学习过 这里边不再累数 这个组合机构 能够实现 复杂运动轨迹 复杂运动规律 我们在第八章 专门给大家介绍过 因为 每一个基本机构 他们组合起来 就形成新的机构 我们的基本机构 也很多 那组合起来 就形成 很多的新机构 那这些新机构 它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性能 那我们以前分析过 那当然分析的是有限的 那有很多 大家在工作中间 如果在设计机构 大家可以参照 相关的这个机构设计手册 去进行分析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 要是做网复摆动的 这个执行构建 网复摆动的执行构建 有一个显著的机回 它有显著的机回 又有一个较大的摆动形成 就是它摆动形成比较大 那怎么去做 这个摆动导杆机构 大家都知道这个 摆动导杆 摆动导杆机构 它的摆动的形成 这些摆动角度嘛 就这个导杆的角度 它是摆动的 比如说某一个角 那这个角度不满足我的要求 我要求还要大 那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摆动导杆 这个摆杆 这个摆动导杆 这个导杆 它本身 是一个齿轮 你看 上面固结一个齿轮吗 它是齿轮 固结在一起的 那我要这个大齿轮 带动这个小齿轮 那大齿轮 齿数多 带动这个小齿轮 那大齿轮一转动 比如大齿轮转动一圈 小齿轮转动好几圈 那这样的话 我就把它的摆动形成 比如大动 大齿轮 它摆动一个某一个角度 因为它有传动笔啊 对不对 传动笔等于齿数的反笔 齿数反笔 那你摆动一个角度 我那个 小齿轮 摆动的 那又传动笔了 呈成传动笔了 那这样的话 就会增大形成 增大形成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采用 增加一个 上面的齿轮涅合 在这个 摆动导杆的端部 增加这个涅合 那这样 小齿轮转动摆动的 这个角度 就比你这个 导杆 摆动的角度 要大得多 要成个传动笔了 是这样 这是采用组合法 组合法来实现 加了一个机构 用齿轮机构 和连杆机构 组合 来实现 这个显著 具有显著击回特性 和大的摆动形成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要求 和运动要求 这是采用组合法 那还有这个变异法 变异法呢 就是通 我们知道这个运动符 运动符呢 它是可以变换形状 尺寸 包括位置 这个 它要变换这个运动符 那你就可以 设计成新的机构 比如说我们扩大 这个旋转角 我们原来谈过 可以变成偏转轮机构 旋转到 比它那个 曲柄的尺寸还要大 那 要偏转轮机构 那 我可以 转动符变移动符 移动符变转动符 等等这些 那常用的方法呢 这种变异法 就是运动倒置 和运动符变换 运动倒置 最典型的 我们可以看 运动倒置最典型的 就是 定轴轮系 变成插动轮系 就是这个细杆 细杆要固定不动 我这就是一个定轴轮系 细杆 就是支撑行星轮的一个系杆 它要转起来 那就这个系统 就是周转轮系 周转轮系 如果这两个中心轮都转呢 那这个就是插动轮系 那一个中心轮不转 那就是行星轮系 是吧 所以这个 我们看 你机架一变换 就叫运动倒置 运动倒置就机架变换 机架一变 机构就变了 就是新机构了 就不是定轴轮系了 就是周转轮系了 或者行星轮系 或者插动轮系 这是因为机架的变换 这个运动腹的变换 那就比较多了 高腹变低腹 低腹变高腹 转动腹变移动腹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章节 都学习过 那都学习过这些 这个运动腹的变换 就在机构设计中间 这个经常遇到 就是通过运动腹变换 生成新的机构构型 是吧 机构形式 他也是这个 在创新设计机构当中 我们讲机构的演化嘛 机构的演化 就有这个运动腹的变换 运动腹变换 那我们看一看啊 这样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 大家学到现在啊 这个机构是 极杆机构 考考大家 这个机构 是极杆的 极杆机构 六杆机构 对 六杆机构 这个六杆机构呢 现在我 现在要进行啊 运动腹的变换 那 这样一个六杆机构 这个 一个自由度 没问题啊 四杆机构 加上一个 二级杆组 是吧 这个单自由度的系统 那现在呢 我要 要变换一下 我现在 运动腹啊 我现在想把这个 这个 低腹变高腹 啊 低腹变高腹 低腹变高腹呢 要变这个运动腹 啊 这个运动腹 这是 曲柄 和连杆的 这个运动腹 低腹 这个 低腹变高腹啊 我们知道 高腹变低腹 怎么变呢 就高腹变低腹啊 一个杆 两个低腹 是不是啊 这个高腹 我们原来学习过 就这个高腹 这块 高腹变低腹 一个杆 这是 它的曲率中心 是吧 要用一个杆 两个腹来带 因为这块 有一个约束 对于平面 平面的高腹来讲 是吧 那这块有一个约束 那我加 两个低腹 加一个杆 正好带来一个约束 那我现在 要把这个低腹变成高腹 那就是变这个杆嘛 这个连杆 要这个曲柄和连杆 这个运动腹 还有这个摇杆 和连杆这个运动腹 要拿掉 把这个杆要拿掉 就变成 这个一个高腹 就这个 这是新机构了吧 变成这个机构了 就把这个拿掉 变成这个机构 这个机构 那现在呢 如果我把这个曲柄 曲柄 它两端的运动腹 可以用一个高腹替代 那就这个 把曲柄啊 一个杆吧 一个杆 两个低腹 可以用一个高腹 来带 那我用曲柄的 一个杆 两个腹 用这个高腹 就替代了 那当时 当然还有其他的变化 可以转动腹 变成移动腹 这块的转动 变移动 都可以的 那我们来 看一下 变换后的结果 这个运动 跟原来的运动 是一致的 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我带换了 运动腹 就是我把这个连杆 连杆的两个低腹 把连杆也带掉了 用这个高腹来表示 那来替代 这是新机构 跟原来机构 不一样 那这个 我是把曲柄 给带掉了 曲柄 带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还可以变换成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形式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 第一负变异为高负 这个也是一种高负的形式 这是第一负 变异为高负 一种情况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是干粉压片机 要设计它 设计它呢 有功能要求 它就是讲这个 干粉要压成片机 你比如说干粉压成片机 那就是药片呗 你吃药的这个 要做药片 或者其他的工业用品 工业用品用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这个粉料来了以后 要把它压成药片 我动力源呢 要采用电动机 电动机作为动力源 选择的传动原理呢 钢体推压 这样的原理 工作原理 钢体推压的原理 那就是往下冲吧 压吧 它的过程啊 就是加入粉料 把粉料加入 下冲头 两个冲头 下冲头 要沉一下 粉料进来 啊 下冲下冲 然后呢 上下冲头 对压 压这个药片 然后上冲头 退回 下冲头 上顶 把药片 再推走 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看一下 看 先这个 送进来粉 然后两个冲头 对压 然后上冲头 退回 下冲头 把这个药片 送上去 然后这块有一个 推药片的机构 把它推走 这样一个过程 那现在让你设计 这个上冲头 上冲头 这个加压机构 让你设计 它的机构形式 那你拿到这个 设计任务了以后 怎么做呢 拿到这个设计任务 现在让你设计 这个机构构形 那当然 你首先 要分析 它的总功能 对总功能 进行分解 分解成 若干个 分功能 这些若干个 分功能 找基本机构 去实现 叫机构的选型 每一个分功能 有机构选型 那 如果某一个分功能 不能实现 那就要进行 机构的构型 要把它组合起来 设计新机构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样一个要求 那我们采用的方法 根据动能 根据动作功能分解 和组合原理 进行机构的选型 采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先把总功能分解 那它分功能有什么 分功能 这个要讲 这个电机的这个轴 驱动轴的运动 变为冲头的移动 要进行运动形式的变换 运动形式要变 那冲头呢 要进行往复的运动 那这个运动方向 要交替变换 这第二个分功能 第三个呢 因为你是一个冲头啊 来冲压工作 要压药片 或者压什么片剂 那这个时候 要有运动缩小功能 就是要增大力啊 减速增力 那个压药片的时候呢 因为冲头要加压 要保压 要不然它这个 你冲完了以后 又回去 那那个药片 它未必能成型 就散了 或者骗剂 那这个时候 要有运动的停歇 就是有这么四个分功能 那前面三个分功能啊 我们前面介绍精断机 我们都介绍过 可以用功能技术矩阵 来设计 我们假设呢 第四个分功能 我们不能实现 就是运动停歇分功能 我们来再考 考虑一下 看看怎么样来做 这个前面三个 三个这个分功能 就是前面三个 运动形式的变换 运动方向的变换 运动缩小 我们都有技术 相应的技术去实现 这些技术 比如说 齿轮机构的技术 连杆机构的技术 突轮机构的技术 分别能实现 这三个分功能 那在这个 每一行 这功能技术去震 一个功能 这么多技术实现 选一个 一行选一个 那我就可以构建 若干个方案 若干个方案 能实现这三个功能 这里边大家 大家 知道啊 我们没有考虑停歇呢 停歇 还没有 当然大家说 有的机构 是能够实现 停歇的 是吧 但是这个功能 我们在这呢 假定他还没有考虑 那根据上面 三个分功能 对功能技术 具阵 我们可以 得到若干个方案 若干个方案 那这里边 比如方案一 它采用齿轮 凸轮 齿轮 齿条 来实现 这三个分功能 那方案二 采用齿轮 这个连感机构 实现分功能 三个分功能 三个分功能 那这个呢 采用齿轮 这个连感机构 实现 这方案四 这个采用呢 这个凸轮 机构 齿轮机构 连感机构 来实现 来实现 这几个方案 五个方案 这五个方案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五个方案呢 这里边有凸轮 有几个有凸轮机构的 凸轮机构啊 一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一般不用凸轮机构 凸轮机构一般用在控制的运动当中 比如控制这个 阀门的开启呀 等等 当然一些 这个轻轮机构当中 也用凸轮机构 去工作 那如果 纵载的场合 这个凸轮是不太行的 虽然这凸轮机构 这里头有停歇功能 你想它这个 凸轮本身的运动 它是有摩擦的这种 接触 那这种运动的话 这个在纵载的场合 凸轮是不合适的 这个大家学习呢 也都知道 那我们 这里边呢 来看这几个机构 那这几个机构 这两个机构 这不是图轮 这个机构呢 这个比这个机构要好 那你看从哪个方面来分析 这个机构呢 有一次放大 两次放大 三次放大 运动放大 对吧 那这个呢 有两次放大 运动放大 就是说 说错了 运动缩小 运动缩小 就是减速增力 这是有一次 两次 齿轮一次 这个一次 这个滑块一次 曲变滑块 白杆滑块 它有三次增力的环节 增力的环节 这有两次增力的环节 那我们选择这个呢 作为一个 但是这两个 这两个再强调一下 这两个都没有停歇的功能 都没有停歇 不能停歇 不能停歇 那我选择这个呢 方案四 作为雏形 机构的雏形 对它进行设计 对它进行构形设计 刚才是选形 那这个 对它进行设计呢 我们首先采用扩展法 扩展法是怎么回事 扩展法是增加基本机构 对吧 基本杆组 就是扩展法要增加基本杆组 那我们对这个来进行设计 那怎么进行设计呢 我们在四杆机构 这个BC 四杆机构BC延长线上 这个四杆机构 这不这个吧 这是原始的那个机构 在BC这个延长线上 来找到一点H 这个H这个点啊 让它运动轨迹当中 有一段直线或近似直线 就是我在 就是我在BC找到一点 因为那是连杆嘛 连杆的轨迹是复杂多样的 你可以找到一个有近似直线的这样的情况 那要直线就更好了 近似直线 那这点H 它近似直线 比如说我现在加一个二级的杆组 二级杆组 加这个二级杆组呢 是这个移动腹 加这个摇杆 移动腹 加这个杆 就是R P R 是吧 这个运动腹 R是转动腹 移动腹是P RPR 这个双杆组 加在这儿 而这条线 和那个H H点 走的轨迹啊 走的直线那个轨迹 在这条线上 跟那条线 这个一致 那也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H这个点 我找连杆的这个连杆上一点吗 让它走近似直线 这个轨迹 或者直线 近似直线轨迹 就沿着这个杆 走 沿着杆走的话呢 我这个杆 如果近似直线 我这个杆就不动了 我这块再加个摆杆滑块 那这个取柄在转 但我走的是直线轨迹 就在这线上走 那我这个 这个滑块呢 就会不动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就是 把这个 这个 这个二级杆组 滑块 加这个白杆 这个二级杆 这个二级杆组呢 把它拿开 中间加一个二级杆组 RPR 这个二级杆组 再把这个滑块 这个滑块 和这个连杆 加在这个二级杆组上 这样我就采用扩展法 就加杆组嘛 中间加了个杆组 那中间加了个二级杆组 这样就实现了这个 F点的停歇功能 可以实现 这机构运动啊 没有问题 这是一种方法 采用扩展法 那还有呢 是组合法 这组合法呢 这个 齿轮机构还是要的啊 我们就考察后面 这个组合的时候啊 采用一个技巧 那 采用什么技巧呢 这还是这个组合 就是 这个 曲柄摇杆 和白杆滑块 还是这个组合 没变 但组合的时候呢 我讲两个机构啊 都处在极限位置的时候 就是 你这个四杆 四杆机构 曲柄摇杆机构 和 曲柄滑块机构 你这要不是曲柄的话 就是白杆滑块啊 这个 串联组合 组合在一起 什么时候组合呢 就是 在该位置 滑块F的速度 处于零点的时候 零点的时候 都是极限位置 组合在一起 那在极限位置 组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 因为它有间隙 你正转和反转 你回去就要反转嘛 回去你就要反 往回走 往复的直线运动嘛 这个 因为它有间隙啊 它回程需要一点时间 你毫秒级 微秒级 也是需要时间 就实现了滑块的 近似停歇 近似停歇 这是组合 采用一个技巧 在极限位置的时候 两个机构进行组合 我们再看呢 第三种 就采用变异 变异的办法 变异的办法呢 就是我们把 我们不考察 这个齿轮机构还在上面 我们现在不管它 就看后边的这个 后边的这个六杆机构 这个六杆机构啊 我把里边的 其中的一个转动负 变成移动负 转动负变成移动负呢 就变成了 摆杆机构 就是原来的 脚链四杆机构 就是这个四杆机构 脚链四杆 这个 变成了 这个摆动导杆机构 那摆动导杆机构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谈到的 就是运动负 这个变异 变异法 那变成了这个机构以后呢 我再进一步的 讲这个 这个滑块的这个地方 滑块的这个杆 滑块 这个导杆 这个白杆 这个白杆 这里边是导杆 又是下一个的白杆 那把它呢 做成一个槽 这个槽呢 有一个弧形 这个弧形 这个可以保证 因为你可以设计 在曲线轮廓嘛 曲线轮廓 能够保证这滑块 有停歇的位置 能够有停歇 那这样的话 就采用变异法 组合法 还有扩展法 就是把上面的机构 它不能够实现停歇的 我现在呢 能采用这些方法呢 能够把它实现停歇 那这个例子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设计一个机械 它有一个总功能 我进行工作原理的设计 然后要进行运动规律的设计 进行工艺动作的分解 然后我要进行机械系统的 这个执行机构的设计 也就是执行系统的设计 要把它进行 这个功能的分解 把它分解成若干个基本的功能 可以采用功能分解和组合的原理 来进行机构的选型 你最后要确定机构啊 要把机构拿出来 机构的选型 那某些分功能实现不了 在这个上面选型的基础之上 进行机构的构型 机构的构型 我们又有很多种方法 扩展法 组合法 和变异法 这些方法 就把这个机构呢 就设计出来了 那上面呢 就是我们这堂课 介绍的这个主要内容 那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 好 下课 谢谢